整个中国一直以来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哇 这个漂亮 它好像在发光的样子 真的很漂亮 我们能进去吗 不让你进了 我还以为我们在绕的可以进去 我们可以翻进去 偷偷的又被抓起来 我们一起进去 可以啊 偷偷的进去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就上热 solo 非常烦烂 夜闯天坛 它眼昼王已经入魔了 这是我的地方 哇 现在有意思了 现在有点像那个宫里面打着灯笼 恐慌的前夕 你害怕那些鬼故事吗 你会喜欢听吗 我很喜欢听 可是我太理性了 我不迷信 它就是一个想象嘛 就跟科幻一样嘛 我其实觉得最可怕 其实是科幻的某一些 像现在都成真了 像那个人工智能 那个才是真正可怕 所以AI是真的ghost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有一些灰心 我的朋友有的时候会跟我说 你不用那么担心 因为所有的事情 都是一个pandulum 对 所以你昨天你跟我说 对于年轻人 可是他们还是会找到 他们自己的方法 所以这个pandulum 还是会有办法划回来 对 而且人 不就是在这些struggle里面 找到自己的这个 自己是谁吗 你看之前我们乐观的 技术的变化 全球化 然后包括世界更为一体 这种趋势都消失了嘛 都变成一个dissolution的 现在变化 对他们就所有的美好的部分 那个dark side开始出现了 因为我是一个作家出身 那当然你以前对这些 都批评这些变幻各种 但你好像越来越变成了 你要找一个个人的解决方案 时代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只能去找一个personal boat 可是因为我现在62了 然后我开始把我的 视线的边缘 就开始收一点 收一些了 因为我也很明显 很清楚 就觉得现在这个世界 也不是属于我的了 我该做的大部分 也都做了已经 那我觉得我只能去旁观 以旁观者看着 我跟人交往比较少 就是因为我不太想要失望 或者是被伤害 是的 我的朋友都认为 我是一个比较灰暗的人 其实所以你一直说我阳光 我觉得特别好笑 误解多美好 往那里面 好 那我还是像你这边吧 好 好像习惯了 好 但是你能够保有那部分 你自己相信的价值 然后你创造那些事物 它就是保存那些地方 本身就很重要 一个是会 又不是单一价值观出现 可是旧的会慢慢慢慢的消失 那个 哇 这么漂亮 天外来客来了 他说是可以适合你 但我觉得他们会以变形的方式 重新出现的 兴趣当年也是个创新的 对 它会变 对啊 可是它变的样子 肯定不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 对不对 因为这就是 所以就是一代一代人的正常 干嘛总让你喜欢的 是吧 这些地方 这有妙 没有打灯 好像可以拍电影 有感觉啊 赵王走一下呗 遇事之前 我需要我那个讨厌的大袍 我沉死了 最要命的是那个帽子 就是那个 前面还有那个 对对对 然后每拍一条 就要有一个 一个巨物得跑进来 用手 按住 别晃了 别动 别动 好 跑出去 然后就拍 突然门开了 哇 这感觉 要车开过来 这些 他们就像未来世界来过来的人 这么一个你说看起来这么好的一个人 那一天到晚想一发小错误 想恶作剧 就他是一个全民的偶像 你看起来顺应时代 但他对时代很多东西充满了看法 对他的某一片就被分发给十亿人 看起来得到了一个巨大数量的一个拥抱 那他内心那些东西可能始终 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拥抱 而且出于十亿人对他这个关注 大家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敬畏和远离 我们得在这儿过夜了 墙外有另一个世界 怎么等人开门是吗 那儿有时开 有时啊 旁边有个小门 有时游客人们太晚了 他就不开这大门开小门 老北京人了 真的吗 你啊 我可以说我妈妈是北京人 对 你不是原来花式的吗 花式没错 你怎么知道啊 那还很明显啊 是吗 老师还不知道 花式的老的家 对对对 我姥姥姥家就是花式 上二条 对 花式上二条 您家里一点远吗 我就天女儿了 老天女儿了 一外子人 我快及时了 你最早对他什么印象啊 对肺翔老师 当然还是在一开始 从一把火锅去 春晚吧 春晚肯定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您怎么知道 他姥姥家是花式的 当时都知道是吧 原来我们看 因为我喜欢他嘛 看他那些歌啊 那些介绍啊 是吧 刚才一走 我一看这不是大歌的 一看就不一样 哈哈哈哈 应该咱俩合照也让他拿我手机 可以啊 行 没事您开吧 二一 我开 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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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真如意啊 哈哈 拿了嘞 嗯 花式当年什么样子啊 当年各种 就老板的小胡同 嗯 啊 他那个原来那点做做花卖 最早卖花后来做那种 捐花什么的 捐花那个布的那个 是吧 对 那好多布衣的厂子 我上学的时候学工还做过那个呢 哦 真的啊 做那个姜米那个什么 还有卷头子什么的 嗯哼 做过那个 那个胡同特别窄 那我姥姥家那里特别窄 那个车子两个不能过不了 棉花穿点条的脚是吧 嗯 走 走 嗯 现在老北京的小吃哪还多呀 在哪都多呀 我怎么都找不着 就都在南城吧 北京小吃就是南城 嗯 到北城好多人聊这个 他都不懂不知道 对对 那我们走了拜拜 我们得到那边 好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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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打扰了 no more champagne the fireworks are blue here we are me and you feeling lost and feeling blue it's the end of the party and the morning seems so grey so unlike yesterday now's the time for us to say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你还是喜欢 old fashion 那种 啊 是 我在这方面比 我的某一些朋友 尤其是纽约的 或加州的 我会比他们要保守 他们会跟我吵起来 你一定得支持我们这些 所有现在在往前 progressive 对对 然后他们就会指责 想要责怪谁谁曾经 说了什么话 然后因此他就得离职 哇这太可怕了 你得把自己放到那个 对时间和历史的一个 一个正确位置里 对对对对对 是的 我挺怕的 那种cancel culture 太可怕了 yeah yeah 看了就是前几周 那个查理王的 对 那个登记是吧 登记是吧 以我们现在的世界的标准来说是很奇怪 嗯嗯 可是 他们会提醒我们就是 现在的这个世界不是一切 对 我最喜欢一个英国作家说的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他说什么是 传统 传统是对于死去人的民主 你要给死去人仍然发声 voice 给他们的voice 嗯嗯嗯嗯 你看那个你说登记 他不就是给几百年前的一个voice 再继续吗 没错没错没错 对你看他碰到那老北京多好啊 他你听他一讲话你就过去那北京 马上就对马上就来了 这就是像我姥姥当时的邻居一样 是啊 就是这样 嗯 我妈那时候就给我姥姥买了一个彩电 哇那 哇 轰动全胡同化 轰动了 就哇全部都挤来看 嗯嗯 觉得就是很亲切嗯 很温暖 这个车是Volvo是不是 嗯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情 就是我家里就是我爸爸买的第一部车是Volvo 哇 所以我在这里帮你做广告了 哈哈哈 可是这是事实 这不是广告 然后因为他觉得Volvo安全 嗯 所以我爸爸当时就是 因为有孩子吗 我我我我开心死了 哈哈哈 为什么我会记得那么清楚 因为经常有那些比如说密码问题 嗯 然后有经常是 What was your first car 嗯 然后我一定是写Volvo 哈哈哈 所以因为容易记 哈哈哈 因为都说你高嘛 然后这还比较宽敞 对是 适合你 适合你 对北京最后的城墙公园 哦 嗯 东便门 哦 最后的了 然后你好像火车可以突然通过去最早的时候 真的 嗯 那这个这个是原来 离宠闻门的距离近的地方吗 宠门的那边很近 不远 我完全看不出来 嗯 应该您姥姥家胡同在 在那对面那是吧 过去的胡同 那全部拆了 嗯全拆了 全拆了 那左左边是吧 你喜欢左边是吧 嗯我喜欢 哈哈哈 哈哈哈 第一次回来看姥姥 就是八七七年就春晚之前 还什么时候就是 对他是知道有我也看到我看过我的照片 嗯 可是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我的身高 哈哈哈 可是他他看到我的那一刹那 嗯 我我永远记得嗯 他就开始 嗯开始哭啊 嗯 然后那个 然后我就抱着他 我说你不要哭啊姥姥不要哭 不要哭 嗯 然后他就说你已经这么大了 嗯 以我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他错过了我的 嗯成长期 全部的成长 对 因为我母亲是他唯一的亲生的孩子 嗯 我一直觉得怪怪的 我当时我也可能也太年轻 嗯 也看不懂 他们怎么抱在一起啊 嗯 反而我姥姥对我是直接就抱着哭啊 嗯 可是对对我妈妈她就是 嗯 嗯 一直就是始终保持一个距离 然后我母亲也是同样 嗯 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 情感上的 那个表达 对 对 被冻住了 被frozen的 冻住了 嗯都都已经结了 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 40年的 嗯 突破那个障碍 可能很多很多就会冲出来 嗯 会受不了 是 我姥姥的世界是在几个月内就完全那个变了 嗯 然后她变成整个胡同最红的一个一个姥姥了 我就 真的 她跟你说不是北京 她那是全中国最红的姥姥 哈哈 那你真是给她晚年生活带来好多乐趣啊 哦 嗯 非常乐 我一直想给她做些什么 因为那个胡同虽然很可爱 可是也很旧 嗯 很旧 她习惯那个环境 所以她不愿意搬 嗯 搬开 我说那你你想要什么呢 嗯 你要什么都可以 嗯 我都可以给你 然后她居然去唯一的一个要求 她说 我想 你给我安排一个 我想要的那个地点的 坟 哦 人家需要一个安心的地方 对 她是在驱赶咱们是吧 我们是在等路吗 她在怕咱们不走 哦 哎 好奇怪 明明是个公园 你管什么 来 我们后边一起行 来 来 请请请 去哪 坐 坐 坐回来 啊 啊 行吗 行吗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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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你看我还是紧张了 怎么会呢 对对对 坐呗 好 你爹爹喝什么东西 我都喝了一杯了 我喝里边of fashion了 我都还 他们有咖啡吗 黑的 所以没事的吧 嗯 对对对 谢谢啊 先给你喝杯水吧 你拿来 对不起啊 因为我们前面的那个采访 搞得 搞得太晚了 我觉得我很喜欢夜里的 不着急 太好了 那我是越晚精神越好 你看所以 所以凌晨几点会更好 三点 四点 也吸血鬼吧 差不多 嗯 其实我 根本不见阳光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这是夜猫子 是 标准的 很标准 然后真的我特别小的时候 已经开始了 就有 真的是晚上不愿意睡觉 你这么小的小朋友就这样啊 我舍不得睡觉 我有一百个不同的 想做的事情 想看的书 我要带了个小礼物给你 啊 我去住一个酒店 他有很好的一个library travel book 我觉得是我最近看到最好看的travel book 为什么 它是什么内容让你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travel writing 在83年的时候还不是很流行 他找了一些当时最好的一个作家 让他们去不同的地方 比如去非洲 在非洲看到那个巨变 他把他太多人人类学的眼光什么都带进去了 一个好的作家的方式 太多了 因为我不是你不是喜欢travel吗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 对 我经常经常是 嗯 谢谢啊 我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想去的还没去的 你现在特想去哪儿了 秘鲁 我对立马也特别感兴趣 我也听说是很有意思的 对 因为我那时候最早 我喜欢那个作家略萨嘛 他就写很多写很多关于立马那些事 我也很有意思 对啊 谢谢 好的 你对上海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那我第一次到上海真的就是 春晚之后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出了一个河带 是在广州路的 是第一次 就是这河 这个是文物 这个古典 穿白手套 戴上那种白手套 然后小心翼翼的这样 把它因为随时都会那个粉碎 我特别喜欢留脸 让我感觉是台湾那时候变化那个气氛 还有那种城市的面貌啊 那台北的感觉 绝对是 其实我特别留念台湾那个80年代的那个感觉 对 因为80年代有一个还是台湾一个很向上那种感觉 是不是 开始去慢慢突破 是 现在回忆起来 就是最小的时候对台湾有印象 那到底什么感觉 因为你也很少讲这个事情 很少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因为台北 我还住在一个比较偏远的那个郊区的地点 我母亲 这什么地方啊 其实在台北的七张 七张 有一个特别出名的 很逗的 有一个地方叫星殿 星殿 我知道星殿 对 然后很多人会知道星殿 是因为搭错车 那部电影 歌词里面说到什么什么 星殿西 对不对 其实七张就是在星殿的几个车站之前的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时候大多是我母亲的意思 就是她说 我们我想设计我们自己的房子 因为在郊区就很便宜嘛 就没有那么昂贵嘛 然后就真的就盖了一个圆的房子 哇 圆形的 然后中间是一个镂空的一个花园 在中心 然后有一个走道是绕着这个中间 然后每一个卧房就像一片一片的蛋糕 这样子往外 所以我小时候那个卧房的墙是圆的 好像住在一个塔里面的感觉 就特别奇怪 可是这个房子我们住了很多年 住在一片蛋糕里 对 农田里 真的是这样长大 然后我呢 就是邻居要什么 他们都知道有一个老外在这儿 然后那个 然后他们那个孩子长得很奇怪 个儿大的要命 然后长得又不知道什么东西 他们都对我都很友好 可是呢 我绝对是一个 outside 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奇观 一个奇观 所以也是处在一个 一个文化中间的一个缝隙 对 你回到原房子里面 周围是乡村 跟你是挺隔绝的 你跟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 不会动吧 还有特别奇怪的是 那个美国学校 因为我父亲是美国军人 所以呢 我就一开始上学 就是上美国学校 我们学校是在哪里 是在 是在士林 士林 他就好像想搞一个泡沫 对 是个bubble吗 一个bubble 当中还得有一个所谓 他们认为正常的美国学校 American life American life 所以该有的都得有 拉拉队 橄榄球队 我们跟谁打橄榄球啊 这是神经病 对 就像大多的美国学校一样 他其实是特别偏重美国作家 所以我们看的 Hemingway Witman Hemingway 这种对 Witman 不要说亚洲的 根本不可能考虑了 对 但是你这些美国作家 你小时候读 谁对你影响 有特别强烈的吗 你知道吗 我年轻的时候 我特别受影响 是一个现在满 满有争议的一个 一个作家 叫Anne Rand 原权 Fountain The Fountainhead 对对对 这个作家 我看了他所有的 真的 你喜欢他 还有不止一遍 他对那种个人的尊 就是强调特别强 没错 极端个人 他就是一个理想 也没有错 就是你每一个人 要负责你个人的 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你不要找借口 你不要把你的责任 推到别人身上 可是这个社会 怎么办呢 社群会瓦解的 对 还有真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 现在世界面临的 最大的一个挑战 我其实有意的 在疫情期间 我就是在翻 那个书房里的书 然后我真的看到了 那个源泉 我其实再读一遍 我会觉得 现在网络让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个人 能够展现到极致了 已经 是 我觉得他如果现在还活着 看到现在社会 他会吐血 会的 你刚才说 你想你在从蛋糕里 到这个 像到Bubble 从Case到Bubble里 就是 怎么发现自己的 对 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困惑 我不知道是 怎么来了一个 意念是 我想当医生 然后 Why I don't know 所以我 我其实一直是 我必须得功课好 为什么呢 一是因为 想将来当医生 还有另外一方面 是因为我 一直很胖 我在学校的时候 一直是一个 不是很起眼的 一个男孩 那个时候用美国方式 量是无耻 可是我那个时候 已经230磅了 然后同学这些方面 也会有歧视 因为孩子是挺残忍的 其实孩子 你只要看 Lord of the Flies 你就知道 知道吗 我很喜欢那本书 那本书 讲出孩子的真相 谁说童年这么 我们 对 你说 如果人是动物 那就是 小孩就是野兽了 其实 所以这些东西 在你成长过程中 留下来的痕迹 是 几乎是你一生中 都脱离不了 所以 这个事情 其实困扰了挺多年的 是吗 其实 其实就是一直 成长的过程 但是这个 在这么多人说 你这么帅气的情况下 你那个终于 小时候那种胖胖 那种 那种记忆 还是会出来困扰你吗 倒不会 可是问题是什么 是我会觉得 这个真的那么重要吗 因为 我还是同样一个人呢 我在前几年 我自己 有足够的时间 我要我有足够的资源 我就累积了一张专辑 那张专辑 我就定了名字是人 human 对 human 然后为了这张专辑 我就拍了一个封面 就是一个 X光 就是带头部 肩膀 因为我就是要强调什么 就是这个外表的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其实肤色 长相 甚至于性别 我们里面看的都 你分不清的 分不清的 但事实上 很多时候 这个外表又是 特别重要的 比如你像 孟露那样的一个 他就成为icon 或者说你看到 秋吉尔 在抽那个雪茄的时候 那个样子 他就是一个 就这种外表 没错 无比之重要 这个image image很重要 对 他是超越所表象 这个东西的 他有一个更深刻的 一个定义 更深的一个内涵 在里面 是 可是呢 他也只是 我们人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不是说 在否决外表的重要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 或者说 还有我不否决 我的外表 对于我的娱乐的 这个整个事业 这么多年的帮助 可是我不能 把重点 放在那儿 我们应该是 把我们的重点 放在我们的思维 到底在做什么事 当然 我现在也就是一个 糟老头 在发牢骚了 因为真的 因为我们 每一个时代 都有变化 我的价值观 肯定不是 不符合 不适合 现在的年轻人 对 但我的感觉 我就是说 好像这个 emage这件事 想变得 就是 你想 大陆人民 穿了那么长时间的 这个 灰衣服 蓝衣服 突然看到一个 费翔同学 穿了一个那样的衣服 出了 就震惊了 这个emage 是这样的 对啊 也是emage 可是它不能成为 我的一切 因为我 我明明知道 这个外表 跟我也没啥关系 我长什么样 是我的功劳吗 也是你的功劳 天天都只喝咖啡 well 我这些年是 真的是 是你的功劳 得功劳了 对 我最觉得是 尽管我是一个 特别胖 然后 又不是特别 那么受欢迎的一个 可是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已经 演很多的话剧 在 话剧里面呢 我都是演主角 一下解释了 你对舞台 为什么喜欢了 是吗 是不是 我就发觉那个 哇 舞台上我反而是 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生活进行报复 对 所以尽管我是在加州 可是 斯丹佛的那个泡沫 还是蛮保守的 我发觉 我讨厌所有医学的 所需要学的那些 东西就是没有 没有感觉 然后我一直以来的 那个目标 突然 要打很多问号了 我就说 真的我特别不开心 我想要转演戏剧系 所以那段时间 实际上你也是一个 自我寻找 自我发现的一个过程 是 就开始做自己的 自己的选择嘛 对 自己的决定了 我发现你就 反正你就是从蛋糕到泡沫 没有 一个泡沫 一个泡沫 然后就到了娱乐圈的 一个泡沫里 因为我觉得他就像个big boy 你知道吧 一个大男孩基本上 就是 而且 他觉得特别好 特别 特别nice 你知道 你知道人在 每段时间 就有一首歌 突然站就在脑海里 安娜就从昨天开始 我就是 我昨天在骑车 然后在走路 然后我去那个办公室 有一个工作 然后一直在听 然后 听着 就里面那气氛让我 就突然很怀念 整个时代变得 从一个沉重 逐渐走向轻快 然后 人和人之间 有某种羞涩 都很单纯 然后 这就跟 跟现在整个 普遍的紧张 谨慎 然后 防备 形成一个 特别鲜明的 一个对比 所以我听的时候 我现在都不知道 你说我碰到一个 陌生女孩子 你说我想进入你的梦里 现在会不会打呀 对啊 你说 但你说 它是个很朴素的想法 就是 就是我们生活中 那种朴素 消失了 就我们现在的动作 非常的变形 每个人都很变形 而习惯了这种变形 而且我还幻想了一些场景 当他唱首歌的时候 其实台下所有的人 都觉得自己 就是那个安娜嘛 这种变形 都是在弥补 每个人内心 所欠缺那部分 渴望的东西 被激发出来的东西 而一个人可以轻易地意识到 你可以调动 那些人内心沉睡 渴望的东西 而且那也是一个 巨大的幸福 也是巨大的压力吧 我想他那时候 其实 因为我可以老实说 一般的采访中 我提到安娜 没有人会认得 只有你会认得 然后你会 理解我说的话 我就觉得特别高兴 那就是黄埔江嘛 对 而且你想 你父亲那代 正好受罗斯福影响那代 是 你看到吗 这些交流 其实我应该 趁着他活着的时候 我应该更多的 可是你知道吗 人年轻的时候 最不感兴趣的 就是自己的父母 对 他们让你回去是吗 好 那你回去休息 我们北京见呗 好好的 拜拜